你统统见到 统统听到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一个最完备 最完善的佛教大学 祝佛刹土 都是佛教大学 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善 因为他们得能恢复得最快 恢复得最究竟 最彻底 最圆满 他方世界祝佛刹土 所不及的 再看底下这段经历 第四章 只有医院 他心通 我作佛师 所有众生生无过者 皆得他心之通 若不习之 亦弄有他 不欠佛刹 众生心念者 也不取证据 这一句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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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踏心之通 就是知道别人心里头的念头 过去 与黎明老讲 知己知彼 才能弃迹 所以 度众生 也可以 取作观目 经文一开端 我们都有份 只要 身心发愿 求愿往生 这里面就有我们了 因为所有众生 包括我们在那里 生活过者 借德是平等的 没有一个不得到的 通的能力 习之义 那有他 不欠佛刹 众生心念 今天我们度的 这一段经文 度了以后 不知作何敢想 敢不敢想 西方 击落世界 人数之都 没有法子计算 不是算术 能够计算得出来 这个在本经后面 讲得很清楚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天言动事 天而彻听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一举一动 人家都看得清楚 我们说悄悄话 人家听得清清楚楚 我们起心动念 他都知道了 你有什么能瞒过人的 早年 我读这段经文 含茂之书 极威系这个念头 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佛菩萨早就知道了 我们要想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今天这种念头 这种行为 他会不会点头呢 我说 我们相信极乐世界 相信阿弥陀佛 我们情愿往生 可是你的心形 恐怕阿弥陀佛 跟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人 都摇头啊 不会点头啊 大家都摇头啊 阿弥陀佛就不能来接你了 我们要真正 希望生到极乐世界 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你不乖乖地说 怎么行呢 祖师大德交给我们 老实念佛了 七心动念 违背了佛陀的教诲 就是不老实 不老实的人 喊破喉咙也枉然 不能陌生 这一段经文 如果用现代人的话来讲 这属于心理学 懂得人的心理 那么一般这个心理学 揣测 观摩揣测 推测 这是完全知道 特殊的能力 不需要观摩 不需要 要要要要推测 清清楚楚 命运在本 我们这几天 在早餐里面 跟诸位报告过 正好念到感应篇 劝道我们 吉德雷公 主节里头 教导我们 存心是德 力行是贡 我们存个什么心 你想想 祝佛如来 祝佛如来 很清楚 很明白 认知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是自己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是自己 佛在大臣经上常讲 受放三是佛 共同一法身 法身是自己 是自己的真身 禅宗里面 所谓的父母未生 前 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 就是讲的 亲近法身 基于这个认知 这个事实 所以 祝佛如来 为一切众生 献种种身 说种种法 只是为一状死去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